《萨加利亚书》第一章 大利吾王第二年八月 耶和华的话临到异多的孙子 比利家的儿子先知萨加利亚说 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 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要转向我 我就转向你们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不要效法你们列祖 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 他们却不听 也不顺从我 这是耶和华说的 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 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 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 就是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 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 他们就回头说 万军之耶和华 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 向我们怎样行 他已照样行了 大力乌第二年十一月 就是西坝特月二十四日 耶和华的话 临到亦多的孙子 比利家的儿子 先知萨加利亚 我夜间观看 见一人骑着红马 站在洼地翻舌流鼠中间 在他身后又有红马 黄马和白马 我对于我说话的天使说 主啊 这是什么意思 他说 我要指示你 这是什么意思 那站在翻舌流鼠中间的人说 这是奉耶和华差遣 在遍地走来走去的 那些骑马的 对站在翻舌流鼠中间 耶和华的使者说 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 见全地都安息平静 于是 耶和华的使者说 万君之耶和华啊 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 已经七十年 你不失怜悯 要到几时呢 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 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 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 你要宣告说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我为耶路撒冷 为西安 心里极其火热 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 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名 他们就加害过分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 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 人师怜悯 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 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你要再宣告说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 耶和华必在安慰西安 拣选耶路撒冷 我举目观看 见有四脚 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打散犹大 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脚 耶和华又指四个将人给我看 我说他们来做什么呢 这是打散犹大的脚 使人不敢抬头 但这些将人来威吓列国 打掉他们的脚 就是举起打散犹大帝的脚 第二章 我又举目观看 见一人手拿准绳 我说 你往哪里去 他对我说 要去量耶路撒冷 看有多宽多长 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 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 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 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 好像无城墙的乡村 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 耶和华说 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 并要做其中的荣耀 耶和华说 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 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 这是耶和华说的 与巴比伦人同住的喜安民呢 应当逃脱 万军之耶和华说 在献出荣耀之后 拆遣我去惩罚那 掳掠你们的列国 摸你们的 就是摸他眼中的铜人 看哪 我要向他们抡手 他们就必做服侍 他们之人的卤物 你们便知道 万军之耶和华 拆遣我了 西安城啊 应当欢乐歌唱 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中间 这是耶和华说的 那时 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 做他的子民 他要住在你中间 你就知道 万军之耶和华 拆遣我到你那里去了 耶和华必收回犹大 做他圣地的份 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 凡有血气的 都当在耶和华面前 静默无声 因为他兴起 从圣所出来了 天使又指给我看 大祭司约书亚 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 撒旦也站在 约书亚的右边 与他作对 耶和华向撒旦说 撒旦啊 耶和华责备你 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 耶和华责备你 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 一根柴吗 约书亚穿着 污秽的衣服 站在使者面前 使者吩咐 站在面前的 你们要脱去 他污秽的衣服 我使你脱离罪孽 要给你穿上 华美的衣服 我说 要将捷径的冠冕 带在他头上 他们就把捷径的冠冕 带在他头上 给他穿上 华美的衣服 耶和华的使者 在旁边站立 耶和华的使者 告诫约书亚说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你若遵行我的道 谨守我的命令 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 看守我的愿意 我也要使你在这些 站立的人中间来往 大祭祀约书亚啊 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 都当听 他们是做预兆的 我必使我仆人 大卫的描迹发出 看啊 我在约书亚面前 所立的石头 在一块石头上 有七眼 万军之耶和华说 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 并要在一日之间 除掉这地的罪孽 当那日 你们个人要请临舍 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第四章 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 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 你看见了什么 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 顶上有灯盏 灯台上有七盏灯 每盏有七个管子 旁边有两棯盏树 一棯在灯盏的右边 一棯在灯盏的左边 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 主啊 主啊 这是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主啊 我不知道 这是耶和华 只是索罗巴博的 万军之耶和华说 不是倚靠势力 不是倚靠才能 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大山啊 你算什么呢 在索罗巴博面前 你必成为贫地 他必搬出一块石头 安在殿顶上 人且大声欢呼说 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索罗巴博的手 立了这殿的根基 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 你就知道 万军之耶和华 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 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 这七眼 乃是耶和华的眼睛 便查全地 见索罗巴博手拿线坨 就欢喜 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 是什么意思 我二次问他说 这两根橄榄枝 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 是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主啊 我不知道 这是两个寿高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 第五章 我又举目观看 见有一飞行的书卷 他问我说 你看见什么 我看见一飞行的书卷 长二十轴 宽十轴 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 凡偷窃的 必按卷上这面的画除灭 凡其假式的 必按卷上那面的画除灭 万君之耶和华说 我必使这书卷出去 进入偷窃人的家 和指我名其假式人的家 必藏在他家里 连房屋带墓石都毁灭了 与我说话的天使出来 对我说 你要举目观看 剑锁出来的是什么 这是什么呢 这出来的是凉气 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 我见有一片圆迁被举起来 这坐在凉气中的是个妇人 天使说 这是罪恶 他就把妇人扔在凉气中 将那片圆迁扔在凉气的口上 我又举目观看 见有两个妇人出来 在他们翅膀中有风 飞得甚快 翅膀如同灌鸟的翅膀 他们将凉气抬起来 悬在天地中间 他们要将凉气抬到哪里去呢 要往侍拿地去 为他盖造房屋 等房屋齐备 就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地方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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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